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姚玉娟医师 长期照顾生病的家人是很辛苦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照顾家人的需求上 然后忘了照顾自己 时间已久会很容易有疲惫、心累、无助的感觉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正念呼吸的练习 然后来帮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暂停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那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吧 好 我们可以找个舒服的位置 轻松的坐好 那眼睛可以轻轻的闭起来 好 感觉一下坐在椅子上面的身体 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 是紧绷的还是放松的 如果你发现身体不自觉的紧绷的话 就让自己轻松一点 松掉不需要紧张的部位 练习看看温柔的把腰打直 肩膀放松 双手就轻松的放着 注意力大幅的放到身体里的呼吸 清楚的感觉到吸气的时候 身体的骨胀 温柔 吐气的时候 身体的放松下沉 自然呼吸就好 不需要可以拉长呼吸 或把呼吸缩短 有没有很轻松自然的吸气 感觉身躯的骨胀 吐气 感觉身体的放松下沉 一口气吸 接着一口气吸 那也感觉一下现在脑袋里头 有没有很多念头想法出现 如果有的话 那个再正常也不过 如果发现有念头想法的出现的时候 把注意力给带走了 就练习看看深深的吸一口气 顺着这一口气 再很轻松的 把注意力带回到身体里的呼吸 感觉到在吸气的时候 身体所有的感觉 吐气的时候 身体的变化 那也邀请大家 现在也可以试试看 把右手放在胸口 左手放在肚子上 那感觉当手放在胸部和肚子上的时候 或许吸气和吐气的时候 感觉会更多一点点 吸气的时候 感觉手在胸部和肚子上面的起伏 吐气的时候 感觉手跟着胸部和肤部 有所不同的变化 慢慢的让注意力大幅的带回到我们的呼吸 和呼吸的感觉同在一下下 慢慢的我们可以把手放回来 自然呼吸 很清楚联手 吸气的时候带给身体很多的能量 吐气的时候 身体有多一点点的松沉 在练习的最后给自己几口深呼吸 深深的吸气气 气吸的饱饱的 不需要别气 顺顺的在深吐气 把气吐的光光的 每一口呼吸都是提醒 跟放下的好练习 慢慢的我们要结束这一次的练习 身体可以轻松的动一动 眼睛可以慢慢的张开来 正念呼吸的练习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邀请大家多多练习 记得照顾家人之外 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